请全体起立 我们默埃一分钟 蔡英文率领中常委默埃 为太鲁阁事故的伤者 罹难者祈福 选在民进党中常会 开始前发表谈话 他说改革台铁势在必行 台铁有沉重的历史包袱 和财务的压力 它也肩负着许多政策责任 和社会责任 确实需要改革 约五分钟的谈话 总统提出三大面向 包含强化台铁内部组织 整合运工基电四塔系统 横向沟通 还有全面检讨 施工安全管理标准 另外也要解决 财务长期亏损问题 但其实2018年 普游马号翻车事故后 就有总体检报告 并陆续改善 两年多过去还是发生悲剧 两年多 事实上我好像看起来 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改善的一个方案 根据这个台铁的一个评估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设置的 边坡疫情系统的地点 总共有25处 但现在一处都没有完成 没有错吧 有14个年底才会完成 就是现在目前就是 一个锅都没有完成 目前还没有完成 同时这预警系统也引发批评 过去是种被动式的 委员讲的没有错 他只能够侦测到之后告警 而且是没有办法用系统性的方法 做回应 这个就是委员刚才讲 这个科技的进步 确实我们要用 就是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 这已经是落后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的心 然后你要再花一笔钱 再把它智慧化 北京无法挽回 仍要想办法亡羊补牢 台铁说明 会参考高铁设置边波滑动 落实与异物入侵侦测器 也会清查铁路周边施工风险 严格管理人车进出 并检讨类似路线 是否降速运转 意外一再发生 想重拾民众信赖 必须痛定思痛 从细项到组织架构 全面检讨 更要落实 大约新闻 林体里坚宽 台北报导